米飯是東方人機還要煮食,但生米放得越內,當中的水分會越來越少,變成豆米,怎樣煮都會生硬。 原來日本風泉一個煮飯秘訣,煮飯那時原來只要搭上冰塊,就可以讓豆米變得超級好吃,煮飯步驟如下。 煮飯前,先放一至兩顆冰入去煉飯鍋,放冰之後,煮水至眼邊機水位先,放置15分鐘後,照平時一樣的方法煮飯。 煮飯熟透後,就可以吃到充滿光澤雞丸煮米飯。有網友試過之後大讚,看看他們怎麼說。 煮飯啊!吃飯啊!吃飯啊!吃飯啊!講完。